看电影可以长知识 那玩乐呢 专家很早就告诉我们 儿童的玩乐 其实也是他们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但谈到了玩乐 我们往往家长都给他们一种束缚的观念 就是玩乐可以 但不能够放纵 而且要有规矩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给您介绍 这座未来纽西兰的小学 他们可是用完全不同的教育观念 来培育他们的下一代 这座小学已经有120多年历史 他们所强调的就是 玩乐而且要放纵的玩乐 因为唯有如此 才能让儿童去学习 如何培养他们成长过程当中 会遇到的那些危险的困境 培养他们处理应变的能力 同时在这过程当中 反而可以促进他们 互助跟关怀的精神 您不相信吗 我们到纽西兰去看看 每到十瓦森小学的放风时间 你会看到不少危险动作 小男孩在球场上倒完甩尾 光着脚丫到处奔跑 木板枯树枝当作武器 女孩不认输 再高的铁网都爬上去 学生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学校一概不设限 玩乐没有规则 这就是史瓦森小学 户外玩乐时间的宗旨 幕后推手是他 校长布鲁斯 一趟户外玩乐时间 校长和其他老师就像这样 只站在旁边看 从不插手 不介入学生们的活动 因为玩乐过程 是成长学习的重要一环 我还是很小心 别人攻击 学习多替别人着想 遇到困难 独立解决 小女孩爬上比她还要高的大树 却慌了 她在半空 不知道该上去 还是下来 校长就在旁边 但她没有出手帮助 这句话听起来冷酷 但再回头看看 你瞧小女孩不是已经 稳稳地坐在树干上了吗 斯瓦三小学 源在南半球纽西兰的奥克兰地区 是当地的老字号学校 已经有125年的历史 三年前 校长在没有知会家长的情况下 增加了这项户外自由玩乐时间 每天两次 每次40分钟 只要过了点心时间 整个校园就是一场大混战 喜欢爬多高就爬多高 没有规则 只有一个小要求 对学生只有一个规定 而校长给老师和家长建议是 请当作没看见吧 校长认为现在的孩子 都被保护得太好 没有遇到困难 怎么进步 没有遇到困难 怎么进步 你做到最好的理由 你会带到很多学生机会 校长说过去的自己 就是那个常常指着学生说不的人 直到奥克兰理工大学教授 就石考菲找上了他 对他提出了这个想法 石考菲认为 危机感对小孩成长很重要 人类大脑中有个区块地位相当特殊 它叫前额叶皮脂区 它是负责控制全身的森林台 和人的敬意 感情 团体的沟通 创造力 还有学习有关 只是前额叶皮脂区的发展缓慢 通常要到20岁才会完全成熟 在这期间 外在的刺激锻炼就是重点 说穿了就是熟能生巧 小孩越受保护 刺激减少 进步就会跟着 缓慢下来 前额叶皮脂区不发达或有损伤 行为就会跟小孩一样 无法控制情绪 三年试验 史瓦森的孩子们更能独立思考 而学校还发现了另一个惊喜 文字语言或主旨上的嘲笑 这些霸凌行为在史瓦森校园内 越来越少见 你可以看到学生们互相帮助 照顾身旁不舒服的同伴 或帮忙劝架 又或者一起合作 校长开玩笑 说学生大概是太忙了 再没有时间去霸凌别人 但当然放任还是不免会发生意外 这是怀特一家 三个小孩全在史瓦森小时就读 最大的哥哥科特曾经在自由活动时摔断了手臂 当时着急的父母还冲到校长室去 惊讶的布置校长 还有柯特 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因此失去到史瓦森上学的机会 我以前恨去学校 现在我喜欢它 现在的柯特已经学会要更加小心 学生热爱户外自由活动 但只要装身一想 没有人留恋 全都乖乖回到座位上 他们在学习里面 因为他们有机会 把所有的能力炸掉 他们都做了什么想要做 现在他们回到这里 他们在学习里面 史瓦森发现 适当的放纵让学生专注力提升 校园霸凌减少 孩子们也更有自信 而且很棒的是 当其他小孩都埋头在使用智慧型手机时 这里的学生不会 因为他们知道 当下个钟声响起 有更重要 更快乐的事